这边是我们的员工队 接受一下两位队长 杨新卫嘉庆 今天两位坐在员工的位置上面 有没有什么要说的 我们来听一下 我既是员工又是老板 你看看 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子 对吧 但是我觉得每个人 其实是不出意外的话 每个社会人 在他的职场也好 在他家庭当中也好 他既是员工又是老板 您家谁是老板 我 您确认 我是老板 再没有老板了 我们家都是老板 您看一下 这也是老板 您家没事说了 过来喝着 作为员工这边呢 我们想跟老板有一些 特别多的一些 特别多的要求 第一个要求我就觉得 老板能不能不把员工 当仆人而当家人 你说这观点 他们大家比较同意 因为很多老板都会觉得说 员工啊 怎么他不听我的 或者他对我不好 或者他不给我创造工作效益 但是我感觉 有一句话说得好 就是你用什么样的量器 量给别人 谷老师 这话是您说的吧 下一句是什么来着 大自然就是重要的量器 量给你 回家庆 你就没有什么要说的吗 好 谢谢杨夕 可以坐下了 可以了 求你坐下吧 可以了 没有 我觉得现在就是大家 尤其作为员工 非常辛苦工作 然后一直物价也飞涨 然后大家的工资却很少 对 所以也希望在座的老板们 都能够体恤一下员工们 好吧 对 大家就说了不通 谢谢 双方的队长都说了说 当然了刚开始的时候也说不透 我相信这些老板和这些员工 都有很多话要来讲 我们请大自然帮我们选一下 看看谁来开第一号 好 十四号姑娘 贵姓 孙 孙先生 对不起 你别跟我上令 我这眼神有问题 我认为老板和员工之间 最纠结的问题就在于 谁养活谁 谁养活谁 你怎么看 我看待是员工养老板 员工养的老板 因为我有切身经历过的事情 说来听听 大学刚毕业那一会儿 我和几个同学同分到一个公司去上班 我们都义务的加班 提前完成了老板给我们的任务 老板高兴了吧 没有 反而对我们冷脸相对 你们义务加班不找的多少钱 他反倒冷脸相加 对 老板会看到今天的电视的 你有什么话要跟他讲吗 我觉得吧 您应该对待我们 像对待您的家人一样 不要对待我们 就一定是奴隶 因为毕竟我们都 大学刚毕业 真的很珍惜那份工作 而且第一份工作 我们都已经义务加班 去赶时间完成了 你现在有相对的尊重 跟我们商量一下 可完全没有 这还不是员工养着老板吗 那倒是 他说的这个可以理解 这个孩子们设施不深 刚刚参加工作 走出路的大学的校园 你这秘书维 想起我的大学生活来了 我就没上过大学 我好有了 我们在一层工作里面的工作里面 我们在这儿我们在哪里能够 我们在那里面的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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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